大家好,今天霸法的地獄集難度 我覺得好像還好耶 那打算使用的隊伍是愛麗絲 因為前一陣子都是比較偏捷弱或艾克斯的隊伍 那這次來試試看愛麗絲 愛麗絲玩法之前有說副隊長建議帶捷弱 但他的玩法跟捷弱完全不同 他的傷害其實較為穩定 他不需要開招才能夠疊倍率 但如果真的要比爆發還是捷弱的傷害更為暴力就是了 然後這一隊女隊員都可以亂帶 但建議帶有炸板會比較好 那最重要的一隻就是目屬性的這次小獎 帕雷特他一定要帶 因為尾王如果你有他可以電擊敵人 啊敵人的90%減傷就沒了 等於說會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沒有他的話 你的壓力就是90%的減傷 你可能就是要打81 诶,好像也還好 反正就大概是這樣 進入實戰之前來一個小片段的實戰講解 25直排隨機一個直排燃燒 外加全部便按住右手銷禁按 但其實這一招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恐怖 那回到實戰 愛麗絲的特性第一排跟第六排都是固定的符石 反而我也不需要去轉珠了 那其實我只要從第二排或第五排的那個燃燒 中間拉出來 我按珠就是可以不會被消除 你也不用擔心會手銷禁按的問題 那這邊唯一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有看愛麗絲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暗珠中間起手拉出來 你會手五顆移動都是暗珠 如果這樣子的話可能你自己都會嚇到 然後你看我中間移出來之後 我手上的那顆暗珠 我可以放在第二排 甚至說我放在第一排 因為第一排下一回合會被轉成火珠嘛 這樣放在第一排或第二排都可以 那這邊再講解最後一次 像一樣中間那顆暗珠拉出來 那由於我第二排都已經是暗珠了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我就中間做個疊珠 然後我把兩顆多餘的暗珠放在第一排 這樣子的話我下一回合那兩顆暗珠也會被轉換掉 你在下一回合如果還沒有帶走的話 你轉珠壓力就會沒那麼大 因為畢竟暗珠如果太多的話 我會比較不好轉珠 那這一段有個最重要的是這邊 不是剛剛那裡 王關是電擊盾你才可以對他造成百分之百的傷害 否則他會減傷90% 可是這邊我先開了解弱 我對他造成一個點燃的狀態轉屬之後 可以看到我開了倒數第二隻的這個木小獎 帕雷特然後開了之後 他原本應該是要有電擊的效果 可是他就沒有了 只剩下扣攻擊力的狀態 所以這關其實是帕雷特要先開 先有電擊的狀態出來之後 再做解弱的爆發 才不會衝突到 那這個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那當然影片這邊我的電擊狀態沒有順利的出來非常的可惜 但最後我還是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直接81億把它印關過去 好了相信應該比較了解這個關卡了 那再來進入實戰的部分 首先第一關雖然有燃燒 可是你最左方跟最右方都是固定的弧石 你在轉屬上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我轉的非常的隨意 那這邊是因為有解弱的被動 我消到星珠跟火珠都會有額外的combo 所以你會覺得說我的combo特別高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中間大概就只轉3combo左右而已 那接著來到了第二關 其實也不用刻意去洗技能 你可以的話就認真轉 那這邊的話也是因為隊長戰友都是火星嘛 所以基本上木珠也不可能太多到你會不好轉珠 那你就認真轉 那如果木珠太多的話 你可以花一回合把木珠都濾乾淨 那記得這一回合 你不要轉到紅綠燈 然後手消把木珠全消乾淨 這也是之前教過很好的濾珠手段 然後剛好配合他CD2嘛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說我其實降傷害就出來了 這也是我今天使用愛麗絲的原因之一 我覺得在前期來說 愛麗絲的傷害比解弱算是高蠻多的 但解弱針對這一點 他還是有個優勢 進場有減CD嘛 但是如果你遇到CD重置的話 那就前面會比較難熬 好啦回到今天的重點愛麗絲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我兩回合就把他幹掉 我第一關也是兩回合 其實我沒有刻意洗技能 那再來來到第三關 因為我也不確定大家是不是一回殺來到第三關 還是前面有洗的怎麼樣我不知道 所以我這邊都沒有開技能 其實這邊靠手轉就能夠過去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急的玩家的話 可以開愛麗絲 然後你愛麗絲手移動會有重複珠子嘛 你光起手移動就至少有六顆了 那如果比較保守的玩家就像我影片一樣 就是靠手轉 那抽轉這邊的話我就快轉 反正這邊 他打你你不會死 所以這邊是沒有壓力的 就只是時間的問題 轉到15顆光珠之後就可以把他帶走 然後來到下一關是無數盾 但是這個無數盾是一般的 他只是手消靜暗而已 所以他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我故意亂轉 啊我欠的還蠻多的 他並不像最近的那種比較難的 無數盾是會追擊的 我這邊有三個沒消到 他也是打我一下 所以這邊你只要注意 不要手消暗珠 基本上這邊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而這一關最好就是用大西蒙 第一個他可以無視所計 啊第二個他的技能就有自帶無數 但是大西蒙算是之前合作的產物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說我這邊就是手作疊珠的方式 然後疊暗珠又同時消到無數盾 那這邊補充因為你最左邊跟最右邊是火珠跟星珠嘛 其實算是蠻容易卡無數的 但是你只要知道一個前提 不要手消暗珠 那這邊的話就不會有任何的危險 而且可以看到說我剛剛那樣轉 有無數轉到了 但是傷害可能還不夠 那這邊也順便示範一個小訣竅 像我最左邊跟最右邊是火珠跟星珠嘛 那我場上我就是 我絕對不缺火珠啊我也不缺星珠 我在轉珠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只消火珠跟星珠 那這邊其他的雜珠我故意不消 然後增加就是 就是把火珠跟星珠排除掉 然後盡量讓中間有另外的次數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說我現在木珠還差一顆 那我就用三顆星珠去賭開 會不會掉一顆木珠下來 反正我這隊的回復力很夠嘛 那我這樣子確認場上有無數之後 那記得剛剛講的手消禁暗 而當然如果你有大西謀的話那是更簡單 那如果沒有大西謀的話可能就是要慢慢打 或者是準備一個破無數盾的龍克 好了那最後這邊我再稍微加速一下 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那攻前盾的部分第一個這隊的血量也是完全扛得住 我基本上可以等他打我之後再做輸出 可是我就想說利用一下這次的合作卡片 潔弱變身後的第二招 他可以無數攻前盾 然後我這邊又多開了愛麗絲 但是你就必須愛麗絲要先開 愛麗絲先開的話你其他開技能 愛麗絲的回合數都會增加 所以愛麗絲先開的話他可以把他的回合數 可以持續到可以發動5回合效果 然後這邊的話剩下隨便轉就可以了 潔弱剛好講他的技能無數攻前盾 這邊可以直接灌過去 那接著人到下一回合開光的小獎 他可以炸新珠 那剛好這關會新凍結 算是就是他可以拍上用場2 啊基本上這張卡有很多替代的方案 然後也順便補充 潔弱變身前的第一招也可以炸凍結 但是你潔弱變身之後是炸雷擊 那這邊隨便開完之後只要記得不要手銷到新珠基本上也是可以隨便把他打過去 接著來到王關的部分 那這部跟剛剛那一部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部的話記得我愛麗絲的狀態是有持續的 所以這邊你不要在中間暗珠拉出來了 你會看到你拉了一排暗珠出來 然後你會嚇到 然後這邊其實剛剛講過 其實這一關基本上是不會有壓力的 如果你看我愛麗絲現在是有發動的 那我就故意給他燒一次 我從最邊邊拉出來 然後剛好就可以做一個疊珠的動作 然後剛剛也說的這一關基本上完全不用怕 那我這邊就直接快轉來到王二的部分 王二剛剛第五關有說 潔弱變身前是炸凍結 變身後會炸雷擊 可是這邊最好是先開木小獎 先讓敵人有這個被電擊的狀態之後 再開潔弱的第一招把雷擊炸掉 啊因為你炸的豬有8顆以上 你1P會再加2 所以1P也會夠你連續開了第二招 那潔弱開第二招傷害會更高一點點 那之後這邊其實我也不知道要開什麼 感覺就是在亂開 啊後來又開了一個愛麗絲 加上RICO 然後這樣轉足之後開龍克來去做一個完美大爆發 那記得我電擊狀態要先開 這才是正確的開發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了